大伙们我笑啥 我儿子出差半年了 一会儿就到家 这是我给我儿子准备的营养品 为啥 为了包孙子 哎呀 到了 喂 喂 王医生啊 电话回房 听众朋友们 我结婚六年了 一直都没有怀孕 自从吃了大力盘宝宝灵蛋之后啊 我就怀孕两个月了 真是大力出奇迹啊 哎呀 真是妈妈没想到啊 儿子结婚这么多年 儿子媳妇终于怀上了 儿子也吃不上这个了 赶紧给我孙子买营养品钱 让他在他妈肚子里 茁壮成长 哎 爸 来的咋不进屋呢 哎呀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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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呀 你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 你抽好了 我是你儿子 臭小子 你媳妇都怀孕两月了 你咋不告我一声呢 真的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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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呀 我中间回来过没有 好像没有 事情变大了 老公 老公 你就是想给我的惊喜吗 媳妇 你是想给我的惊喜吧 快快快 让我看看你 老公 你瘦了 媳妇啊 你胖了 你胖了 哪胖了 肚子 喂 啊 王医生 电话回访啊 听众朋友们 我结婚六年了 一直都没有怀孕 自从吃了大力盘宝宝领蛋之后啊 我就怀孕两个月了 不是大力出心地啊 现在呀 我一天不吃我都浑身难受啊 王医生 啊 王医生 啊 王医生帮你怀孕了 啊 我出差两个月 你怀孕两个月 这是什么节奏啊 啊 这是谁在住人为乐啊 这是啊 老公 听我解释 这是个屁啊 山外青山 楼外楼 星星和沸沸 生个号 老公 这怎么回事 我呀 接了一个索告 打一个电话 就能挣50块钱 简单呀 我就打了五个了 啥来呀 你是持经车 扛电线干的 山套的呀 咱爸在门口听得真凉的 已经给这个孙子去买营养品了 一会他回来要知道这事的话 我看你咋解释 那那 我该怎么办呢 咋办 凉拌吗咋办 那我给你拍个黄过去 再放点花生米 老公 蒙了 蒙了 喂 王医生啊 你电话回房 听众朋友们 我结婚那个 听众朋友们 我媳妇没吃过这种药 压根就没怀过孕 你 你 你 这说是怎么回事 爸 爸 你听我解释啊 那个 你儿媳妇呀 为了挣俩钱 做虚假广告 可能骗人的 孩子 你俩结婚这么年 这么多年 没结婚 没 这么多年没怀孕 爸不埋怨 但是 咱不能因为 挣钱去做虚假广告 骗人的 咱就是普通百姓 要本分做人 安分守己 知道吗 我接 喂 电话回房 王医生 听众朋友们 我结婚六年了 一直没有怀孕 自从吃完这个 大力牌宝宝灵丹之后啊 我就怀孕了 哈哈哈哈 我是男的 朋友们 千万别去这个 虚假广告啊 别信啊 哈哈哈哈